我們今天就來聊一下 我們三個人 各自在今年2020年發生的 最令人難忘的 喜怒哀樂的幾件事 不過話說這個 我發現最近爸比很喜歡打掃家裡 他到底是有聽我們Podcast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為有聽Podcast 還是怎麼樣 不錯嘛 對 然後問他說今天都在幹嘛 他就說我有CD啊 然後洗衣服啊 掃衣服 我想說怎麼回事 發生了什麼事這樣 不錯耶 爸比好好保持 我們節目應該要變什麼 令人積極向上的節目 對對對 通常結了婚的女人 對於如果老公會做家事的話 他會更想跟老公弄 哇 所以他在跟你交 你懂不懂啊 我今天有付出囉 你是不是要付出 沒問題 我有CD喔 那你要不要吸 2022年 李北最開心的訴情 生女兒嗎 沒有啊 你沒有生女兒啊 不是啊 就是關於哈哈伯 關於工作 工作 怎麼樣 我對哈哈伯伯的期望 這樣子 這樣你真的是媲美台積電耶 對啊 你是護國神山耶 你看喔 應該是沒有 李北實現她的夢想的時候 你也實現你的夢想 對啊 對不對 我從小到大的自願夢想就是什麼 吃軟飯 沒錯 當家庭主夫啊 對啊 對啊 你做家事打掃 有嘎哥厲害嗎 沒有 沒有 你的技能都有了嘛 對啊 都有了 就差你們一腳而已 就差我努力了是不是 就差你包 我最差人包養我而已 好 好 我努力了 嘎哥就這麼厲害喔 你要訂閱不訂閱 要你家裡的事 反正你喜歡你就來訂閱 不訂閱也無所謂啊 好 對 嘎哥是走這種人設 嘎哥有抽獎嗎 嘎哥桌粒就是你要訂閱不定都可以 對啦 我下面有什麼長青度菜阿嘎的有沒有 每次都叫人家訂閱 每次都准啊 是菜阿嘎才叫人家訂閱 嘎哥可是不一定要訂閱 嘎哥無所謂啊 嘎哥無所謂啊 媽的 嘎哥還要求你喔 嘎哥求你訂閱嗎 沒訂閱是你的損失啊 嘎哥只是求你把桌粒帶回家 對沒錯 李北 你有沒有什麼難過的事情 我也是回想不起來 但我回想上一次哭 可能是看日劇的時候 日劇讓他很難看 讓我很難過 下面一位 欸 塞德呢 他的中文翻譯喔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叫做人帥真好 哈哈哈哈 男子腳夠帥 你有什麼沉默嗎 還是什麼嗎 不是 不是啊 我覺得這一部不錯啦 可以推這集卡 可以推這集卡 好看啦 男生看一定沒感覺啦 就是渣了 男生看有感覺就A片而已啦 哈哈哈哈 我回去看我的石川嶺啦 哈哈 就蠻有感覺了 然後也可能會哭 但不是眼睛在哭 對是一視眼睛啊 這馬眼會哭啊 而且那個眼淚特別的濃稠 特別濃稠 而且特別的有味兒 有味兒倒出來 還有顏色 對 喔 他是說白色 他自己講東西嗎 李貝原來 哇 李貝真的是很猛耶 他剛剛有捲舌喔 來卡托幫他捲一下好不好 不是 李貝說什麼 他是說 還有什麼 顏色 欸 他是色喔 不是色喔 不是 不是color喔 是color 樣小 這要撿到精華裡面去 OK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 2022年的整個回顧 嗯 那也感謝大家啦 2022年陪伴我們一整年 沒錯 尤其是很多這個十幾年來 一直陪伴我們的觀眾朋友 聽眾朋友 我們的醫師父母 還有我們的乾爹乾媽們 因為我們的哈佛工作室 由你們才有今天的我們 我們最後在這邊 跟您說一聲 感謝您 祝您新年快樂 祝您明年突飛猛進 我們展望明年 2023年掌聲鼓勵 天下 二日 五對 感谢观看